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有画面感的菜 但是你一定没有听说过哪家餐厅会推出一个蝴蝶蟹 因为那个蝶实在太重了 如果当蝴蝶的话飞也飞不起来 所以这个虾相对来说会比较轻盈一些 我们准备了虾是去掉了头 去掉头 然后尾巴这边留一点点 等会我们造型的时候让它可以立起来 这个虾身上给它系刀了没有 还没有等会计 等会计下刀 然后准备了鸡蛋 鸡蛋和面包糠 反正也是一道要炸制的这种虾 对对对 那处理起来会很麻烦吗 不会很简单 我们现在先要一把刀 小刀还是大刀 小的 这个 这个就好了 然后把它驱回来 驱成这样 它的肉都集中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比较好开它 然后我们从它第二节开始 就上边的还是给它留着的 留一点点 留一点点 然后从第二节的时候 从对半把它给切开 不要切断了就好了 不要切断它 然后切稍微可以切深一点 但是不要切断 然后在头部的这个地方 然后再拉一个口子 让它尾巴从中间穿出来 我知道啊 就是把这个尾巴这样子给卷过来 对对对 来我们卷一下 这个时候就要靠这个来支撑它 所以说刚才没有剥掉 然后从这边穿出来 然后打开 它就是一个蝴蝶的形状 就是它要再炸一下 它会更蓬松 然后造型会更美一些 对对 等会我们裹上蛋液 裹上面包糠 然后去炸 它就会更大一点 就开得更宽 虾的造型做好之后 我们下面要做什么呢 腌制它 腌制这个虾 放在料理碗当中 把它都放到里面 不会担心它那个虾尾巴出来 不会不会 我轻轻地摆动它 因为等会我们还得沾蛋液和面包 到时候我们再给它整一个形就好了 放点白胡椒 这是我自己颜的很香 跟外面的这个白胡椒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然后一定要记得放白胡椒 如果放黑胡椒的话 炸出来它会有那个黑黑的颗粒 而且其实黑胡椒它的味儿更重 对 然后放一点点的盐 我们这边已经把火打开了 把油温加热 油温也是需要差不多四五成左右 对对对 不能太热 因为面包糠它很强火 很容易就焦了 对 然后再放一点点的鸡精 就是给它那下一个底味儿 是 少量 然后再要一点点的地瓜粉 能守住它的水分 撒这个粉就可以了 是 蛋液是全蛋吗 全蛋 全蛋 它炸出来会比较金黄一点 如果你光用蛋清的话 其实蛋清的这个效果就跟 偏白一点 偏白了 稍微的拌一下它 做好的东西全部都摆在这个里边吧 行 好 我们先沾蛋液 然后再沾面包糠 我们拿着它这个位置 尾巴 尾巴 然后放到蛋液里面 然后放到这边面包糠 用另外一个手撒满它 不要碰到它尾巴 如果尾巴也沾上面包糠 就不好看了 还可以炸那种小鸡腿吗 可以啊 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同样的办法 蘸蛋液 蘸面包糠 因为如果不蘸蛋液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 这个吸附面包糠在它的身上 这东西呢 我们现在已经都基本做好了 马上就可以呢 下锅去炸它了 既可以当一道美味可口的菜肴上桌 同时呢 也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这种零食啊 比如女生喝下午茶的时候 我们炸一个这个蝴蝶虾 端上桌 配一点绿茶或者是红茶 一个是解腻 然后另外一个增加你的这个下午茶的情调 是 好了 所有的东西呢都已经处理完毕了 我们接下来就等着把它放在油锅当中开始炸了 还是一样揪着它尾巴下锅吗 对 我们先试一下油温 看一下会不会太热了 筷子加进去 如果轻微的冒一点点泡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放进去了 可以放了啊 可以放了 就直接还是一样吗 拧着它的尾巴 尾巴然后放进去 好 是要让它蘸在面上吗 蘸在面上 对 没错 然后小火去炸它 先让它定个形 然后感觉它微微黄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 之前呢 还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讲啊 就是在炸虾的过程当中 它虾尾巴呢 有一个小尖 那个尖里呢 其实是有水分的 对 大家在做这个蝴蝶虾的时候呢 也可以把那个小尖给 里面的水分给挤出来 对对 或者拿一个吸油纸 让它往前吸一下 现在要开火吗 开火开火 开小 中小火 就是小小的那种火力就可以了 对 因为这个虾也是很容易熟的 我们看它如果有点微微黄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了 定型 反正现在就是放在油锅当中 先给它定型 不要让这个 我们裹在身上的面包糠啊 什么全部都倒在油里边了 是 虾炸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已经放在这个盘子里哈 它就是底下全都是虾肉 一个虾尾巴呢 翘在上面 是 这个造型很漂亮 我们已经放了一个厨房用纸在底下 吸一下油了 让这个油分呢 都渗透在这边 这个呢 小的装饰盘呢 里边放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葱丝 葱丝 进了冰水之后 它就变卷曲了 作为一个这个点缀 等会儿就要把这个放在这个里边 其实现在就可以呢 颠着这个尾巴吧 你看可以颠着它的 它其实是很像一个蝴蝶的造型 然后把它夹到去 夹过去 如果这个吸油没吸够 这底下垫的还可以继续吸 是 但是它会渗出来不好看 我们选择一个大一点的这种 刚才炸完的 对 我们选几个好看的 我们觉得就是大小都差不多的 我们就摆进去 因为刚才腌制的时候 这个虾已经有味道了 是 漂亮一点 炸的这个形状好一点的 你说这个端上桌 小朋友应该是最喜欢的 是 如果我是小朋友 第一道肯定是先吃它 对 因为造型特别好看 对 我们还可以放一个酱汁 就是甜辣酱或者沙拉酱 摆在中间 非常漂亮的一道蝴蝶虾 就已经制作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它的制作过程 蝴蝶虾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明虾 面包糠 鸡蛋和地瓜粉 调料是白胡椒 盐和鸡粉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做法 虾 去头壳和纱线 背部切开 做出蝴蝶造型 加入白胡椒 盐 鸡粉 地瓜粉 拌匀 再均匀地裹上蛋液 面包糠 热锅热油 虾放入锅中 油炸酥脆金黄 捞出即可 挑选鲜虾或者冰鲜虾 所需要注意的是 一 看外形 新鲜的虾头尾与身体紧密相连 虾身有一定的弯曲度 二 观察色泽 新鲜虾皮壳发亮 和虾则呈青绿色 海虾呈青白色或者是淡黄色 因为我们是用的虾身子的部分 然后呢做成了一个蝴蝶的造型 当然虾头呢 大家也会说 虾头不能浪费啊 我们也可以呢 把这个虾头呢 过油去油炸 炸完了之后呢 用一点点的油嘛 炸完了之后呢 这个虾头和这个炸虾的油呢 可以拿来熬粥 是 我最喜欢了 对 因为炸完虾头之后呢 你会发现 那个虾头里的有一些膏啊 它会溢出来 然后煮粥非常香 非常非常的好吃 所以呢这个虾身上 浑身都是宝 咱千万这个 一定要好好地利用它 今天的这个菜呢 我想不仅是小朋友喜欢吃 应该所有爱美的女性 都很喜欢吃 因为这个菜呢 确实做出来挺漂亮的 所以呢谢谢小苏 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大家带来的 这样一道呢 美味可口的蝴蝶虾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明天我们再见